你对着镜子举起你的手臂 你会发现你手肘这部分的皮肤 一定是比其他位置黑的 对不对 但是你慢慢的弯曲弯曲弯曲 你会发现手肘的皮肤没有刚才那么黑了 那我最终手肘的一个颜色呢 是有点暗沉 而且稍微有点发红 看出来了吗 你可以把你手肘展开之后的颜色 打在弹幕上 稍等我们来分析原因 但是如果你跟我说 杰斯 我的手肘展开之后 跟其他皮肤一样白 你给我出去好吧 我们这期视频不是个你这种娇滴滴的公主看 如果你跟我一样想了解如何 关节美白 或者想知道美白的原理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这期视频分三个部分 美白的原理 美白的方法 和美白急救 照顾到你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 快速的完成这些细节美白 让你整个人从头到脚 没有一点暗沉 首先我们要消灭敌人 就要了解敌人对不对 什么叫做美白呢 简单的来说 人体的黑色素是不断的在生成的 从你的皮肤底层生成 然后运输到皮肤表层 那美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从黑色素的产生 运输到代谢 多层面的去入手 帮助你解决皮肤发黑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种关节的位置会发黑呢 第一 你这皮肤这样不是撑开的吗 然后它堆在一起了 视觉上就会变黑 就有点像吹开的气球 你气球吹得越大 它就越透越白 等你这个气一放走 它就变深变黑了 一个道理 这个说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除了变胖 你让我为了关节美白变胖 我也是不愿意的 那第二个关节发黑的原因呢 一般啊 你这种关节位置皮肤 脚质层都比较厚 为了保护嘛 那再加上它可能比较干燥 黑色素就代谢不掉 容易产生色沉 第三呢 你的关节可能会有些炎症 你看我手肘这里 其实就有点红红的 因为我总是这样 这样处着啊 那我今天就来告诉你一些方法 不管是手部关节 还什么手肘啊 膝盖啊 不管什么姿势 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暗沉 那关节美白 其实就是去脚质 刷酸 加保湿 三步走 这个Stratix的水洋酸棉片 能同时完成刷酸 和去脚质 两个步骤啊 我已经推荐过这个Stratix 很多次了 真的是自来水 平白方吧 看看我好吗 这个棉片 一共有三种 绿色的是 0.5%浓度的 红色的是 2%浓度 我手里这个是身体专用的 也是2%浓度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使用这个2%的身体棉片的 因为这个棉片 它有一面是带磨砂效果的 它这个磨砂 不是那种海绵的粗糙感 或者是像沙子一样的颗粒感 它有点像猫的舌头 是有稻刺的 所以你的皮肤如果很娇嫩 可能会受不了 但是相应的 它的去死皮效果特别好 怎么去使用这个棉片呢 我一般是洗完澡之后使用它 把你的关节展开 如果你涂膝盖就要蹲着 用弹磨砂这一面 顺时针擦八下 逆时针擦八下 然后再换光滑的一面 重复一遍 手部的关节同理 12345678 22345678 很省事的 那身体刷酸就是 果酸水洋酸 VA酸 我觉得水洋酸的美白效果 会更好一点 像芡B302 自生糖的美白精华 欧莱雅的美白精华 都有水洋酸 如果你用 Zordinary的果酸来刷酸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而且价格还贵 你光涂涂手还行 如果全身都用的话 真的会崩溃的 那去脚脂和刷酸 一步到位之后 我们要加强保湿 顺便打开美白的通路 我用的是 Alpha的果酸身体乳 和普里的3CC精华 这个身体乳够厚重 很滋润 而且是带果酸的 可以有效地去除鸡皮 然后这个精华 就是便宜嘛 而且我自己对 3CC这个成分很敏感 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判断 自己适合哪种美白成分 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讲怎么挑选 美白精华的这期视频 我一般用这个美白精华 涂脸的时候 就顺手把全身 所有的关节都涂了 涂完这个精华 等一等再涂这个身体乳 重点在关节部位 后涂 然后好好的按摩一下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把 腌纤的粉末或者是维C的粉末 和这个身体乳搅拌在一起 自己去DIY一个美白身体乳 我不太建议把美白精华 和身体乳堆在一起 这样会影响浓度 进而影响吸收 这样一套就整下来 半个月 你就可以告别粗糙的皮肤 而且你的关节展开之后 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黑黑的了 暗沉的话 还是看情况吧 因为毕竟是皮肤嘛 不能像男人一样 说换就换 这里叫你个心机小方法 让你在夏天可以盖得到 像女团一样那种粉嫩的关节 你去准备一个便宜的粉底液 或者是像我这种身体专用 一擦就白的产品 什么不要的BB霜 这下都可以 和身体乳2比1的混合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防晒的护手霜 然后把它揉匀 再涂在你的胳膊或者腿上 然后你在关节部位 擦一点红色的腮红 红色或粉色都行 千万不能擦橘的 最后你再用防晒喷雾这样一喷 防晒定妆一步搞定 你正常出汗也完全不会化妆的 你看看我两条手臂操作之后的对比 这些呢都是我压箱底的技能了 听起来复杂的小技巧 但是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和日常护理的步骤 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大家不要忘了做好日常的 补水和防晒哦 夏日快乐的庆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